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郭阳子 欢迎您好 我是奥商议 五间焦点 首先要关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7号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 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永逸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他表示 中国农历虎年青春就要到来 面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要如虎添翼 虎虎升危 全力扫除新冠疫情阴霾 全力促进经济社会 恢复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 人类要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要善于分析思考 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 在危机中遇心机 于变局中开心局 凝聚起战胜困难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表示 面对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纪疫情 国际社会打响了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是战胜疫情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 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 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小船经不起风浪 习近平表示 世界各国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 确保疫苗公平分配 弥合国际免疫鸿沟 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0亿剂疫苗 并将再向非洲提供10亿剂 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 另外也将无偿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 习近平并提到 世界经济正在走出低谷 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要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社会生活新模式 人员往来新路径 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 安全畅通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走稳走实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 大江奔向海 总会遇到逆流 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动力助其前行 阻力促其强大 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 险滩 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 也不会改变 习近平表示 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 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 他指出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促进发展 保障民生 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 习近平表示 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 实现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 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 但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 任何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对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 进行遏制的行径 任何煽动意识形态对立 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的行径都严重削弱国际社会 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 习近平表示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 不同国家 不同文明 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 在侨同存异中合作共赢 各国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 反对一切形势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反对一切形势的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在演讲时也指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强调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长期艰苦奋斗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现在踏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势头良好 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 实现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 但不是搞平均主义 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 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把蛋糕封好 水涨船高 各得其所 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汇集全体人民 习近平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继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确保所有企业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 在市场面前机会平等 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 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全力以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力以赴加强污染防治 全力以赴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他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中国将破例并举 稳扎稳打 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过程中 逐步有序减少传统能源 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习近平最后指出 达沃斯是世界冰雪运动胜地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 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7号也向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发表了事项讲话 他呼吁药厂向发展中国家供应更多的新冠疫苗 才能让世界摆脱疫情的阴霾 昨天的冬奥会冬奥会决定了 所有国家和所有製作者 都必须在COVAX 和在全国的试试、诊试和服务 在全国的试试 伍特雷斯就表示 过去两年的疫情 证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放弃任何人 就意味着放弃所有人 要实现真正的改变 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 又指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复苏 还是很脆弱 各国需要团结起来 共同为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和民众 提供支持 印度总理莫迪 17号向瑞士达沃斯举行的 世界经济论坛 发表事项讲话 呼吁全球共同努力 应对加密货币 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这货币的货币 印度央行此前曾表示 将禁止大多数加密货币的流通 来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是根据行业估计 印度目前大约有近2000万加密货币投资者 而其拥有的货币总值约合53.9亿美元 莫迪还谈到了 印度正在努力与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并且加强了自身基础建设 从而展示出印度是全球供应链当中 可信赖的重要一环 中国委员兼外长王毅 17号适应约同爱沙尼亚的外长 丽梅茨举行了视频会晤 王毅表示 在充满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的国际环境当中 两国应该成为稳定性的因素 丽梅茨指出 爱方将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办好冬奥会 王毅表示 面向中爱两国关系新的30年 双方要继续重视对方在核心利益上的正当关切 恪守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准则 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愿同爱方加强沟通 实现两国关系 行稳志愿 双方要拓展农师产品 电子商务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一定要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的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宪章 那么为基础的国际的秩序 尤其是要遵守国家主权的原则 要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要遵守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的 这些基本的国际的规则 李梅茨表示 爱方高度重视爱中关系 积极评价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爱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增进双方互信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更强有力的发展 祝中国能够成功圆满地举办 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我们也共提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我们也支持中国办好北京冬奥会 双方就中欧关系交还意见 王毅表示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 双方制度不同 但制度差异并不意味着对抗 中方支持欧盟增强战略自主 李梅茨表示 爱方支持欧洲友好和开展合作 认为良好的欧洲关系 也有利于促进欧盟的成员国 对华双边关系 富豪卫视黄大量何超 无锡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新闻有 欧洲议会将会举行议长选举 现任首席副议长梅措拉有望接任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访问阿尔巴尼亚 欢迎回来 朝鲜在今年已经试射了多次导弹 那我们今天要锁定来看 朝鲜的官方媒体 朝中社18号是报导 17号试射了两枚战术导弹 同时进行了验收试射 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到场观看 朝中社报道称 17号的试射是按照国防科学院 和第二经济委员会等有关机关的计划 进行了战术导弹验收试射 目的在于选择检验 正在生产装备的战术导弹 并确认这种武器系统的精确度 报道指 两枚战术导弹在朝鲜西部地区发射 精确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海的岛屿目标 国防科学院确认了这款投入生产的 武器系统精确度 安全性和运用效果 韩联社就报道称 朝鲜17号试射的两枚导弹 是由朝版陆军战术导弹之称的KN24导弹 从朝中社报道内容来看 朝鲜随机挑选已投产的导弹 进行实地发射试验 检验导弹的性能 说明KN24导弹已完成实战部署 今后或将增加产量 朝鲜曾于2019年8月 两次试射KN24导弹 并于2020年3月再度试射 而此次是朝鲜第四次发射同款导弹 报道又指 据推测朝鲜此次设定的把标位置 可能与本月14号相同 位于咸进北道吉州郡 无水端里进海的一座无人岛 距离发射地顺安机场的直线距离 为370至400公里 美国国务院谴责朝鲜 再次违反联合国决议 对邻近国家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 发言人重申以外交渠道 与朝鲜接触的承诺 又再次敦促朝鲜重返谈判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城 以致电日韩代表 商讨朝鲜接连的试设 美日韩三方将继续密切协调 敦促朝鲜展开对话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是出访了乌克兰与俄罗斯 试图要为俄乌的紧张局势来降温 也希望两国以外交渠道解决冲突 俄罗斯就再次否认 有计划入侵乌克兰 不过俄方会在2月跟白俄罗斯 在波兰立陶宛的边界地区 举行联合军演 这一消息加剧西方担忧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17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及其他官员会面 商讨乌俄的紧张局势 贝尔伯克强调 外交是解决两国冲突的唯一途径 但他也警告俄罗斯 每一次更进一步的侵略行动 都会给俄罗斯带来经济上 战略上 政治上的高昂代价 他也将在18号到访俄罗斯 与俄方就误俄冲突进行会谈 试图为紧张局势降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17号 与克罗地亚外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駁斥了有关俄罗斯 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说法 他否认俄罗斯试图谋划嫁祸行动 为入侵乌克兰找借口 不离忘了我们的美国公司 说了关于特别的侵略 不过另一方面 白俄与俄罗斯计划在二月 举行联合军演 俄罗斯的军队以及武器设备 已陆续抵达白俄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 军演将在白俄罗斯的西部 及白俄与波兰 立陶宛的边界地区举行 他指军演的具体日期还未定 但不想被外界指责 集结军队是为打仗做准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持续升温之际 俄罗斯17号是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城市 进行了战术演习 而美俄的谈判到现在 都还没有任何的突破 英国和加拿大是分别为乌克兰 提供了武器系统 以及派出特别小队 旨在协助乌克兰防卫 俄罗斯士兵17号 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 罗斯托夫地区参加了战术演习 他们在罗斯托夫州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进行了工程勘探 防御攻势和布雷演习 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增兵 使西方感到不安 俄方要求美方承诺 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以及向东扩大军事同盟 但遭美方拒绝 美国敦促俄罗斯撤走 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的 约10万名士兵 西方和乌克兰担忧 俄罗斯会像8年前夺取克里米亚一样 再次入侵 直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谈判 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俄乌局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 英国证实已经开始向乌克兰 供应反装甲防御武器系统 以协助乌克兰防卫 英国强调这并非战略武器 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英方还透露已经邀请俄罗斯国防部长 访问伦敦 商讨乌克兰边境局势 未知对方会否接受邀请 又重申能否收窄分歧 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 另外据加拿大传媒报道 作为北约抗衡俄罗斯的行动之一 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已经派出一个小队到乌克兰 协助评估如何抗衡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小队也将为驻当地的加拿大外交人员 制定紧急撤离方案 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表示 由前年秋天起 一直有定期支援乌克兰保安部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现在持续的发酵当中 而欧洲多国都表态了 重申外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17号到访基辅 就解决俄证断问题发表了讲话 但乌克兰舆认认为目前存在洗油参办的结果 那一方面看到欧洲人还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方式 来化解俄国争端 而这也是乌克兰方面最希望看到的 因为无论是在基辅 还是在乌克兰的东部北部地区 当地的多数人并不希望真正同俄罗斯展开战争 那另外一方面欧洲目前仍然希望 尤其是德国方面希望看到俄罗斯 乌克兰 德国 法国能够重新回到 早前的诺伯底谈判桌前 但是乌克兰认为呢 其实对于谈判的筹码呢 其实乌克兰手中并没有很多 那尤其是泽连斯基早前提出的十点计划 能够希望推动同俄罗斯方面的双边 或者是三边会谈 那乌克兰舆认为呢 其实这相关的十点计划呢 同波罗申哥政府时期所提出的 明斯克协议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内容差不多 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很难做出让步 这也给未来的谈判呢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乌克兰方面仍然希望 接下来能够看到美国能够加入 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边会谈 能够务实的有效推动谈判 因为目前的局势来看 各方都不愿意真正的发动战争 而是希望实际上的压力 让对手呢做出让步 而这一点呢 也是让欧洲呢 感到非常压力很大的一点 因为呢目前仍然是在冬季 欧洲呢仍然在顾及 对于俄罗斯能源的进口的需求 那法国的财长早前就提出呢 欧洲未来无论如何 都需要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但是短期这个问题呢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尽管德国方面呢 曾经暗示 对于北溪二号管线呢 德国方面呢 会针对俄乌争端的局势 做出适当的调整 甚至是放弃 同俄罗斯方面的合作 但是呢 在德国舆论当中呢 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有一面倒的观点的支持 相反呢 其实在欧洲呢 对于如何同俄罗斯展开合作 还是存在意见分歧的 那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呢 还是接下来希望看到 能够有更多的谈判的机会 尤其是看到国际社会 能够积极地游说俄罗斯 做出一定的让步 那最新的进展呢 就要看贝尔伯格作为德国外长 在莫斯科访问 究竟能够取得怎样的进展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基辅 带来的观察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 日前海底火山爆发 并且引发海啸 在18号确认首例身亡 是早前报告失踪的 50岁英国女子 另外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已经陆续地派出了救援物资 协助汤家震灾和灾后的 重建工作 现年50岁的英籍女子 格洛福早前在汤家 遭海啸卷走后失踪 其家人17号 证实了格洛福的死讯 并指已巡回遗体 据悉 格洛福和丈夫住在汤家首都 在当地经营流浪狗收容所 而格洛福是在 抢救流浪狗时不幸遇难 澳大利亚应汤家当局请求 17号派出一艘皇家海军舰艇 从悉尼港出发向汤家提供紧急援助 而新西兰国防军期望 在18号派遣捐用运输机 向汤家空运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 并指当地机场仍有大量火山灰烬 必须清理机场跑道 运输机才可降落 另一方面 秘鲁卡亚俄海域17号 出现异常海浪波动 一艘船舶在与炼油厂泄货过程中 发生泄露事故 海滩遭到污染 将长达两公里的海岸线染成黑色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海滩上的油污 此次异常海浪波动 疑似因汤家火山喷发引发 秘鲁环境部已对试音展开彻查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议会18号将会举行议长选举 而首轮的投票也定在当地的时间 18号的上午9点半 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半就会举行 欧洲议会副议长佩雷拉 17号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公布了议长候选人名单 新任的议长预计将会在四轮的投票之后 就会选出 而四名的候选人当中 现任的首席副议长 是来自马尔他的梅错拉 有望接任 如果当选的话 将会成为20年来 欧洲议会的首位女性议长 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 在本月的11号 与意大利病逝 中年65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7号访问阿尔巴尼亚 以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 与经贸文化合作 埃尔多安抵达机场时 收到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的亲自迎接 并且一同检阅了一张队 随后两人前往位于西部的拉奇镇 参观了由土耳其捐助建成的 500多套新房屋 当地在2019年发生地震 造成51人死亡 17000人无家可归 土耳其捐助4800万美元 协助当地再后重建 土耳其是阿尔巴尼亚的 主要贸易与投资伙伴 也都申请加入欧盟 但是入盟似乎遥遥无期 拉玛在欢迎 埃尔多安到访的记者会上就强调 如果土耳其加入欧盟 将会成为很好的胜利军 马上回来会带您关注到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是对两名的违反防疫规定前机厂服务员做出检控 经合组织表示 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能放缓 欢迎学家 我们时间来到12点27分 听用给您财经消息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走出了分化行情 而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东京股市涨幅随即收窄到不到0.5% 韩国股市方面则下跌接近了0.6% 台湾股市则小升了0.1% 内地胡申两市是震荡向好 但是创业板指逆势下跌超过0.6% 互指中午时报3574点 上升33点 升幅0.94% 半日成交3090亿人民币 而深圳指中午时报14406点 上升42点 升幅0.29% 半日成交4917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56点 随后反复走软 恒指中午报24183点 下跌34点 跌幅0.14% 半日成交636亿港元 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表示 今年有信心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可持续发展 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 袁达表示 今年的外贸不确定性较大 企业生产面临要素短缺问题 但中国产业链的抗风险和冲击能力 进一步的提升了 他也承认局部散发疫情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 投资增长也受到制约 但中国在宏观政策上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储备工具较多 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他说 当局会稳定和扩大消费 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防止简单化的一刀切 并将推出新的促消费政策 他也提到了当前全国能源供应总体平稳 煤炭供给均有保障 并且预期今年全国的用电量仍然有较快增长 中国证监会召开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 部署全年工作目标 当中提到要创造条件 以推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并且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 中国证监会周一召开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 就如何做好2022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工作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工作重点 会议除了提到要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以及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之外 也提出要稳增长 研究出台更多有利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措施 继续保持IPO再融资常态化 将银里上市公司聚焦主业作优作强 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情与表功能 此外 当局将创造条件 推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加快推进企业境外上市 监管制度政策落地 继续坚定有序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依法依规境外上市 会议又指 要平稳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化解处置 坚持对特定敏感领域融资并购活动从严监管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会议同时指出 要加快监管转型 以及推动期货和衍生品法 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立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 是表示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很可能会放缓 国际劳工组织也指出 在疫情的不确定性下 全球今年的就业复苏步伐较慢 明年的失业率也难以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发表报告 指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以来 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反弹 出现逐渐减弱的迹象 当中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下跌 至于日本和欧元区经济虽然稳定增长 但已经离开了高峰位置 美国经济虽然稳定增长 但增长水平低于长期趋势 另外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劳工组织发表报告 只受到疫情的不确定性困扰 自从去年6月以来 全球的劳工市场环境转差 以工作时数计算 今年各国全职职位比疫情前少大约5200万个 比之前预测的多大约一倍 大部分地区的就业市场 在未来几年都难以复苏 组织又推算 今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亿07百万人 失业率到明年之前都会高过疫情前水平 特别是更多女性因为要照顾逗留在家的儿童 而被逼退出劳动市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8号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表示 如果农历年初四可以重新开放处所 及餐厅晚食堂食 将会将原本计划2月24号实施的 疫苗气泡措施提早 让商部在疫苗气泡的要求下恢复开放 在上周五公布了 如果去到年初四 新一轮的时候距离措施结束之后 我们审视情况是可以开放一些厨所 或者晚食堂食 届时都是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提早将原本在2月24日 我们落实的疫苗气泡提早 令到某一些的厨所可以提早来到去营业 林郑月娥表示 近期香港市民接种疫苗的意愿增强 尤其是长者接种率显著提升 70至79岁已经有过半 80岁以上也接近三成 估计到2月24号将会有接近九成市民 完成接种至少第一针 符合疫苗气泡的要求 林郑月娥也指出 目前仍然有两个群组的社区传播值得关注 包括传播力较强的海景私立酒店群组 以及出现德尔塔变种病毒感染的 铜锣湾宠物店 令人担心将会有两种变种病毒 同时在香港传播的风险 她呼吁市民做好防护 不可放松警惕 另外对于国泰航空两名前机舱服务员 早前抵港之后在检疫期违规外出 最终造成香港出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社区传播 向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8号在出席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上时也提到了 当局17号已经就两名涉及违反 预防以及疾病控制规律的 前国泰机舱服务员做出检控 昨天我们已经就着两个前 因为她已经离开国泰公司了 这些前的机舱服务员 有证据证明她是违反了预防及控制疾病的规例 第599A章的规例 就已经是会检控她了 这个违反的规例 就是这两位前的机舱服务员 应该是受到一个卫生主任的要求 写了下来 她要接受医学的监察 要符合一些的要求 但是她没有符合到 所以我们就提出检控 另外对于国泰航空公司 就机组人员客机去或机回的相关安排 以增加可豁免检疫机组人员数目的做法 林郑月娥指出 当局正在进行调查跟跟进 此类的方法是不是符合特区政府的有关要求 她也提到这一类的做法 是国泰近一两年来的安排 期间当局跟国泰有很多的文件往来 她也强调调查虽然还没有完成 不过会审慎的处理 及时采取行动 并且会适时的向公众交代 内地珠海疫情持续 截至17号的凌晨 累计有12人确诊新冠病毒 以及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个案 那么因因疫情 香港政府就公布了 从18号的凌晨开始 暂停透过回港疫计划 从珠海口岸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 免检疫安排 现在因内地的疫情最新情况 珠海市湘州区将列入 回港疫或来港疫计划的 暂不适用风险地区 由于港珠澳大桥 珠海口岸位于湘州区 所以从这18号的零点钟开始 任何人士将不能透过回港疫 或是来港疫的计划 从珠海口岸经过 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 而获得豁免在港的 强制检疫安排 港府就表示会继续的 与广东省政府就两地的疫情 防控措施 保持紧密沟通和联系 有关于香港防疫情况的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青 去了解情况 思青你好 中文好 杨子 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在今天早上 会见媒体的时候呢 是谈到了抗疫基金 以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港珠澳大桥入境 回港疫是叫停了 那么现在各方的反应都如何呢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杨子 我们先补充一下 刚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出席行政会议前 会见媒体的一些 进一步的一些资料补充 她今天也是表示呢 在上周五公布的 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呢 其实是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 那27个项目当中 有16个是已经公布 并且接受申请 她也表示呢 是不会说等到申请期结束 才一并处理 而是希望能够尽快的 发放相关的补助资金 那另外她又指呢 其实针对她之前公布的 希望在年初四之后呢 是根据疫苗气泡的形势呢 是放宽部分的处所 以及是重新开启晚市堂食呢 她指其实近期 也有很大的社会反响 因为呢 近期的疫苗的接种率 又在大幅的上升 平均每天接种 疫苗接种的第一剂呢 是现在将近是人均两万针 那另外老年人的接种疫苗率呢 也是大幅的上升 其中70到79岁的接种率呢 现在是已经是将近五成半 而在80岁以上 长者的接种率呢 是已经有两成七 是接近三成的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另外她也指出啊 其实近期呢 特区政府是非常关注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一个流入社区的 一个无源头的个案 是一个在铜锣湾的宠物店 叫Little Boss工作的 一位女职员 因为她是被怀疑是 确诊感染了德尔塔的变异病毒株 也就是说 现在当局是非常的担心 以及是怀疑 社区有可能是出现了 德尔塔的变异病毒株的 隐形传播链 不过今天呢 香港的疫情专家 孔凡一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就表示 她是分析这个个案呢 有可能是一些流入到社区 但是病毒量不是很深的 一些的输入个案呢 是传染给了这一位女患者 那至于是否是因为啊 现在外界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确诊个案 会否是因为动物传人的方式 那孔凡一呢 就是觉得呢 这个机会性不大 因为在这个宠物店当中呢 还有其他的工作职员 不过这些职员呢 他们都是没有 是确诊相关的一个病例 目前呢 是只有这一名女病人是确诊 那至于现在 她又分析 关于其他的奥秘克戎的 变种病毒的传播链 在社区是否还会 就是频频的爆发 她相信呢 只要是抓紧 把所有的一些 现在确诊个案 是做好源头的追溯 以及呢 现在因为切断了 大部分来港的一些 输入航班的一些 高风险地区 所以她相信呢 也是希望能够 在农历年的前后呢 是能够尽快的切断 各方面的一些传播链 那至于像是刚刚 彭内所说的 就是从今天的 凌晨零点开始 因应珠海的湘州区呢 是出现了确诊个案 所以呢 是这个区域的 珠海的口岸 将会停止一个 来港的一个配额 就所有回港疫和 来港疫的人呢 是不能经过 珠海回来 那么其实我们也了解到 相关的配额 并不会影响到 来港的一个情况 因为目前呢 还有很大的空间 以上就是最新的情况 先把时间 交换给棚内 好 也谢谢思青 但我们了解到了 香港疫情的最新进展 待会还要看到 法国推行了疫苗护照 德约科维奇 能否参加法网 再添变数 以色列有研究称 接种第四针疫苗 仍不足以预防 奥密克戎 欢迎回来再看 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的立法院 最近是召开了 临时会主要审查 2022年度官方总预算案 总金额高达了 两万三千亿台币 绿营想凭借在 立法院的多数优势 强行闯关 国民党提出 近4700案的复议 要求严审 台湾立法院 近期开始审理 2022年度的官方总预算 国民党团办公室前 18号挤满各相关部会人士 前来沟通预算内容 国民党的态度明确 要求严审总金额净 两万三千亿台币的总预算 提出创纪录的 近4700项删减复议案 每一个民进党的 党籍的立委 每一个人提不到两个案子 面对一年中央政府两兆多的预算 46个相关部会 竟然一个民进党的国会议员 没有办法提出两个案子 针对他们的预算 提出意见 删减 冻结的意见 没有办法找出任何的毛病 这样是有认真的在为人民把关吗 这样是有真的把人民的纳税权当作自己的血汗权一样吗 国民党批评许多部会的预算内容腐烂 根本不合理 民进党立委现在却已经沦为行政单位的橡皮图章 几乎一毛不删 形同放弃审查 2.3兆的总预算 结果各部会寸突不让 为什么 他们就凭借着国会民进党的多数暴力 外交部的部长 任内掉了断交六个国家 我们要砍特匹会 我把他砍了三名之一 一毛钱你不给三 那还来协商什么 那就表决吧 面对民进党一心护航 国民党要求主案表决 预计花费近200个小时处理 希望利用意识策略 凸显蔡政府的专断独行 凤红卫视林奇兵陈文堂台北报导 台湾的疫情也很严重 奥密克戎病毒现在入侵了社区 在桃园机场的群居疫情 还没有缓和 新北市17号又出现了一名护理师确诊 感染源不明 现在引发恐慌 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 提前让民众接种第三剂疫苗 掀起了强打第三剂疫苗风潮 台湾的新冠疫情升温 加上疫情指挥中心将第二剂疫苗和第三剂的接种间隔 由五个月缩短为三个月 带动各地都出现了疫苗强打潮 为在新北市的亚东医院 一名护理师17号确诊 感染源不明 引发民众恐慌 担心社区有隐性传播链 增加施打第三剂动力 最近Omicron非常厉害嘛 又感染非常多台湾 我们说台湾 日经的也非常多啊 所以我们都很担心 传染力又这么强 那万里有得到打第三剂 基本上重症不会嘛 轻症啊 所以一定是势必要打的啊 因为你也会担心吗 当然啊 那你不担心吗 现在刚好有可以打就打一打 比较放心啊 现在亚东医院跟我们卫生局 全力的在追查什么感染 第三剂我们现在在冲 我们希望一天打七万剂的量 每天都有用这样的速度 快速的达到我们第三剂的 伏概率能够提高 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岛内接种第三剂疫苗人数 已超过162万人 其中超过80%的民众 选择莫德纳疫苗 疫情中心18号也再次开放 新一波预约第三剂疫苗 接种平台 盼能冲高 全台施打率 凤凰卫生团 王世凯 台北报道 再聊一聊第四针吧 这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 变异病毒株 在全球肆虐 部分国家现在开始研究 部署施打疫苗 加强针 跟研发特效药 作为全球接种疫苗 步伐最快的国家之一 就是以色列 在去年12月就开始施打第四针的加强剂疫苗 然而当地有初步的临床研究就显示 即使接种了第四针的新冠疫苗 仍然不足以预防奥密克戎病毒株的感染 当地世界级的医院谢巴医疗中心 早前以自家职员做试验 分别施打了辉瑞以及莫德纳的第四针疫苗 跟只打了第三针的对照组相比 试验者就发现 接种者的抗体的确提高了 数量比第三针时还要高 不过院方指出 目前疫苗制造的抗体数量 仍然不足以预防感染奥密克戎 院方强调 研究仍然属于初步阶段 体育消息很多球迷很关心他去了哪里 德约克维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也就是塞尔维亚 不过他的签证风波仍然持续 法国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律令人质疑 晓得能否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 争取成为网坛史上大满贯赛事 冠军头衔最多的球手 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的德约克维奇 16号晚上乘坐飞机返回祖国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 他17号下飞机时 有支持者要求合照 他都非常合作 不过机场人员透露 大批球迷在机场外守候他 可惜晓得从另一个门口离开 晓得因为没有接种疫苗 而被禁止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无缘争取成为澳网史冠王 而他5月在另一项大满贯 法国网球公开赛争取未免 或许再添阻碍 因为法国国会在16号刚通过了 推行疫苗护照的法例 而且法国体育部长 莫勒奇内亚努连番强调 所有球手想参加法网 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没有人可获得豁免 法国国会议员布尔丹 16号接受采访时也认同 新法例适用于所有人 如果晓得不接种疫苗 也没法参赛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17号也一口同声表示 完全尊重澳大利亚驱逐 晓得的做法 认为既然澳大利亚通过 接种疫苗者 才可入境的法例 没有人可以得到特别对待 桑切斯还强调 如果晓得想参加 4月底开罗的西班牙公开赛 届时要遵守入境的防疫法规 西班牙目前的规定 要求人们要有疫苗证明 阴性检测或新冠康复证明 这个国家对检测成阳性的人 实行严格的隔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又有美国高官确诊了 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米利在16号确诊新冠肺炎 他目前的症状非常轻微 正在进行居家隔离 和远程工作 米利确诊之前 已经接种了疫苗 还有加强针 他最后一次与总统拜登接触 是在上周三 当时他在参加一场 退役降临的葬礼 而米利在与拜登见面之后 多天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直到16号才呈现阳性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发言人17号表示 海军陆战队司令 另外一名的参联会成员 戴维伯杰也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 联邦政府未来三年拨款3500万元 用于改善难民安置服务 而这些拨款主要用于鼓励和帮助难民 在本国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安家酒业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弗雷泽 宣布的这3500万元难民安置拨款中 将有2100万元 用于在从西海岸的布列颠哥伦比亚省 和中部的阿尔伯塔省 曼尼托巴省到大西洋沿岸的新布伦瑞克省 建立9个新的难民安置服务机构 以缓解目前全国32个安置服务机构的压力 另外1400万元 用于提高14个现有安置服务机构的服务 这些服务机构将遍布加拿大全国 除魁北克以外的所有省份 这些拨款除了支付给安置机构作为提供服务的费用 还用于为新抵达的难民提供直接财政援助 包括一次性的创业资助 和为期一年的按月发放收入补贴 弗雷泽还表示 加拿大共将接纳超过4万名阿富汗难民 到本周就将有约7000名阿富汗难民抵达 全部阿富汗难民将于明年年底前抵达 凤凰卫视 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下回